朋友们这个马上就到冬天了 这个寒冷的天气要来了 所以这个预寒的装备必须要准备好 马上就到这个西藏川藏先了 你想象一下到时候大雪纷飞 你们想象一下多么的冷 所以我买了三件房车取暖的装置 今天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一件是刚到的 我们先看这一件吧 看哪个性价比较高 这个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 这东西如此的庞大 我以为很迷你 因为对我这个小房车来说 买太大的东西实在是不好用 不好放 所以我一般都是买比较小的 这碗又如此的庞大 就给我出来 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大 太大了 这碗又这么大 我倒是以为最多就只一般的大 怎么这么大 这个东西已经拆开了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有多大的电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拆了还能不能退货 先别别别别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路上 这个电很珍贵啊 太耗电的话也不行 插上去 咦 怎么用的 两个档位 低档和高档 我现在打开的是低档 低档我们看一下它耗电 它的电压是多 哇塞不小啊 低档位四百多幅 四百多瓦 我看一下高高档位 咦 搞到了 高档位 哇 哇塞 这个瓦瑟有点高啊 跟这空潮样子的啊 这个瓦瑟明显的升高了 但是很暖和啊 我看一下我烤个烤火烤 烤个几分钟 到底要用掉多少电 现在我这个电量 今天跑了两百公里啊 已经充满了 哇 真的好暖和 坐这 可以嘞 可以啊 你别说好暖和 坐这 它主要是静音 过一会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前面买的 很小很迷的 但是它不干净 有噪音 我差不多测试了几分钟 还行 感觉这个耗电量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百分之百 我现在已经用掉了 一格都没有用掉 还是可以的 这个我打算留着 因为真的很暖和 主要是它比较静音 这可以啊 我现在给大家测试一下 第二个 就是我之前还买了一个 这 这个 这是我之前买的 这个很小很迷你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最大的不足 它就是有噪音 看一下 但是它的耗电量跟这个差不多 我看一下啊 所以啊 这个我准备送人的啊 到时候在哪个 在路上碰到这个车友 就送给他就算了 我这个只用过一次 听到吗 大家 一打开就有这种嗡嗡声 它的瓦碎只有200多 你看 瓦碎不是很高 但是就是有噪音 它这个瓦碎不高 只有200多瓦 但是就是有噪音 有噪音不行 我都不知道这噪音从哪里来的 它只有200多瓦 你看 所以这个到时候 我在路上就送给 送给车友了 这个就不测试了 我再介绍一个 我之前那个床车用的 那个是最省电的 看一下啊 这个 这玩意 它是吹出来的风 它不需要220伏的电 前面这两个都需要220伏的电 看一下 它只要有点烟口就可以啊 看一下 朋友们 你看 它只要点烟口 它只要这样就可以吹风了 还有风 还有热风 有瘦啊 洗个头啊 还可以用它 吹干 这个我用过一次 那一次是在这个 米塘还是巴塘 那天堵车 堵很久很久 坐在车里面啊 就非常的冷 然后我就把这个打开 插上电小额 哇塞 太爽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感觉蛮有用的 你看很热热风 就跟那个吹风机一样 但是它不需要220伏的电 10个伏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淘 淘汰的 当时买了两个 你看 它这个耗电量非常的低 这个吹一天都可以 都要不了多少电 但是它有一个 也有一个毛病 这个线它永远发热 你不能长时间吹 你只能吹一段时间 马上要把它冷却 抽掉 等它冷却了之后 再继续用 这样子 所以啊 这个房车取暖啊 我这三件装备 都给大家介绍完了啊 朋友们 我觉得三件装备 它都有它的 长处与不足 像这个吧 这个它有点大 有点大不要紧 它要安静 但是耗电量 有也是蛮大的 这个算小 耗电量低 是吧 它要有噪音 有噪音 最不能接受了 然后就是这个了 这个它耗电量低 但是发热 但是它的自热效果不行 所以中上手术啊 还是这个最好 它自热的效果 我刚刚试了一下 确实最棒 哎呀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路上旅游穷游 这个冬天太快到了啊 怎么取暖的 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个 电鸽毯 我还准备了一个这个 暖水袋 所以啊 对于我来说 我已经准备齐全了 就是外面零下十几度 外面大雪纷飞 在这个西藏 在这个无人区 我都能顺利的渡过 好了 关于这个冬季 房车在路上 怎么取暖 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行不行 这个冬季 我们下个多了 我们下个多了 就是这个冬季 的花 里面 可以把这些冬季 让我们下个多了 好的